Debate Podcast 之前就介紹過用iTunes去訂閱這個Debate Podcast 原來真的有聽眾是試一下的 因為我收到有幾個私底下MSN 也都今天有個聽眾留言告訴我 咦 按我的方法做不到啊 經過我的明查暗訪之後 我終於明白了為什麼 很可能大家都是第一次用iTunes Store 你去到iTunes Store 你見到 你應該會是這個版面的 如果訂閱不了的朋友 那為什麼這個版面是訂閱不了呢 因為原來這個iTunes 是Default了 幫你設定了一個Hong Kong的版本 那很壞的 香港是沒有Podcast的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香港市場很小 或者它剛剛新開發 或者我們的翻版事業實在太厲害了 人家都呆了 那只要你按一按 轉回到United States 那你見到它就會轉到美國那邊的iTunes Store 那美國那邊iTunes Store 就有Podcast的 那現在香港所有的Podcast都是註冊在美國那邊的 那你去到美國那邊之後 整個iTunes Store 就會變成這樣了 那你見到很明顯的Podcast在這裡了 那你去回右上角 那裡打辯論 那我已經打定了在這裡了 那你一按 那很快你就會見到我的Podcast了 3 咦 出現了 那在這裡就可以直接按訂閱 那一訂閱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我所有的集數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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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